大马公开赛第三天 来关注男单16强赛的Jonathan Christie vs.西本拳泰 以及王子维 vs.陆光祖 乔帅的颜值和身材在男选手中绝对排名前三名 他只要能一路顺利晋级 相信粉丝们就越有机会看到他们想看的画面 他与西本拳泰的交手记录呈现五五波的态势 他们最近的一次对战是在五月的汤姆斯杯四强赛 由西本拳泰胜出 这一战乔帅很想赢 因为上两战的赛事他最好的成绩只有16强 至于西本拳泰就更想赢了 因为他除了在三月初的德国公开赛打进八强 接下来的四战赛事他最好的成绩也都只有16强 再来是王子维 vs.陆光祖 王子维的可爱程度在男选手中绝对排名前三名 相信很多粉丝看见他在比赛场上的各种可爱表情 都会感到相当的疗愈 他和对手陆光祖今年最好的成绩都只有八强 两个人都很希望能够在这一战赛事突破八强 晋级四强 他们过去只有交手过一次 大战三局后由陆光祖胜出 对王子维来说要赢得这场胜利关键在于才刚刚确诊康复的他 体力能否附和三局的比赛 你觉得谁能在这两场比赛中胜出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你的收看下支影片再见